接下來讓各位做練習 好今天攝影機有問題我們就不拍各位 那我就直接叫人直接告訴我 好來現在呢給了這個電路 有上面那一塊的R1的電阻1歐姆 也知道他的電流叫做1安培 然後旁邊呢有一個所謂的總電流 A0是3安培 他要問你的是R2的多少 第一個問你R2多少 那當然一個想法是說 用R2的電壓用R2的電阻去求R2的電流 可是問題是這裡基本上只有一個總電壓 所以你不曉得R2電壓多少 也沒有R2的電阻 所以顯然有點問題對不對 好像公司帶不出來沒有關係 我們講過還有什麼可以用 并連跟串連 我們還有并連跟串連可以用 ok 上這兩個是并連嘛 并連的總電流就是分電流相加嘛 ok嗎 我已經基督式明示你怎麼做了 我已經基督式明示你怎麼做了 所以那個R1的電流 跟底下R2的電流合在一起 會變成所謂的R3的電流 就是所謂的總電流 我等於是明示你要怎麼做的 所以我們的R2的電流是多少咧 這個人叫做 是誰啊 黃希樂 起立 黃希樂 多少 1.5 多少 請坐 兩萬倍 我們就是R2跟R1并連變成總電流 總電流 總電流是R3電流 所以A0的電流 那總電流等於分電流相加 并連的時候總電流分電流相加 所以就知道R2電流加上R1電流 會等於我的那個A0的電流是R3電流 那你前面已經告訴我 I0多少 I1多少 所以答案就是兩萬倍 就解決掉了 所以呢 就解決了 小事情裝 接著要問你說AB2的電位差 AB2的電位差 什麼意思 就是我的R3的電位差 就是R3的電位差 那會有多少咧 那就是要用R3的電子 用R3的電子 用R3的電流 去求出R3的電位差 可是我 有電流 就是A0 可是我沒有電子 我沒有電子 那還可以怎麼辦 還可以怎麼辦 就是回到了病連跟串連區要 左邊一塊病連去串到R3 會等於我的左位的總電壓三伏特 那所以我要求得這個左邊這塊的電壓 然後相加會等於三 那左邊的電壓怎麼辦 左邊的電壓就是 總電壓等於分電壓嘛對不對 所以病連的電壓就是R1電壓就是R2電壓 要求R1電壓或R2電壓 就需要R1或R2的電阻 需要R1或R2的電流 有嗎 上面有嗎 有嗎 那你就有個求 求到又帶回去那個病連跟串連的公式就可以了 所以又是 我告訴你說 我又是幾乎是明示你該怎麼做了 我又在幾乎明示你要怎麼做了 那這樣子 哇嘴咧 帥哥男 31 第1個是回到了串連的電壓 就是分電壓 總電壓是分電壓相加 那我需要知道分電壓 我需要知道R1電壓 或者是R2電壓 或者是病連電壓 我要求R1電壓 需要R1電阻 需要R1電流 我才會知道R1電壓 有嗎 有嗎 然後 就 如果有人求出來 然後帶回去那個串連病連公式 5 4 3 2 1 來 算不出來 請坐 用串連的公式 我們那個AB的 AB的電壓加上BC的電壓 電壓就等於總電壓三伏特 如果我能夠找到BC電壓 我就要求出AB電壓 那BC電壓就是R1電壓 就是R2電壓嘛 因為病人受總電壓跟分電壓一樣 那如果你要BC的電壓就是R1電壓 要求R1電壓要用R1電壓 要用R1電壓 要用R1電流 有沒有R1的電主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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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安培吧 所以就帶進去 R的I分之V B的Ir 算出來的電壓是一伏特 所以R1電壓一伏特 就是R2電壓一伏特 就是BC電壓一伏特 所以帶進去 加起來 串聯等於分電壓相加 所以答案就會變成 兩伏特 就解決掉 這又是我們的練習02 這又是練習02 OK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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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